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二战跌宕史、人类群星闪耀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破译者的胜利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秘密 2.幻影舰队 幽灵舰队的海上迷宗 3.火焰与冰霜 芬兰冬季战争的传奇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破译者的胜利 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秘密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那些破译者们的胜利故事 这不仅仅是一场智力游戏 更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关键一战 我们的主角是那台神秘而又复杂的机器 恩尼格玛密码机 Enigma Machine 首先,想象一下 你是二战时期的一个间谍 手里拿着一台看起来像是打字机和电话交换机的奇怪混合体 这就是恩尼格玛 一个由德国人发明的密码设备 它的设计精妙到 让所有对手都头疼不已 恩尼格玛的工作原理 基于一系列可旋转的密码盘 每次按键都会通过一个复杂的电路系统 将字母转换成另一个字母 想要破解它 你得有超人的耐心和一台超级计算机的大脑 但是,历史上总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不仅有超人的耐心 还有着超越常人的智慧 他们就是波兰和英国的密码破译者 其中最著名的是艾伦·图灵 这位数学天才不仅跑步速度堪比奥运选手 而且他的大脑运转速度更是让人咋舌 图灵和他的团队 在英国布莱切里公园的一个秘密设施里工作 这里被称为密码学的圣地 他们的任务就是 破解那些看似无解的恩尼格玛密码 这听起来就像是要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 解开世界上最复杂的十字迷 幸运的是,图灵不是孤军奋战 波兰的数学家们早在战争爆发前 就已经开始研究恩尼格玛 并取得了一些突破 他们设计了一种叫做炸弹 Bomba的机器 用来自动化破解过程 当这些信息传到图灵的手中时 他又进一步改进了这种机器 创造了更为高效的图灵炸弹 Turing Bomb 这场智力较量 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每天 破译者们都要和时间赛跑 解开德军的指令 以便盟军能够及时 获知敌人的动向 而每当恩尼格玛的密码被改变 他们就得重新开始 这场看似无尽的猫捉老鼠游戏 最终 破译者们的努力取得成功 他们不仅破解了恩尼格玛 还帮助盟军赢得了许多关键的战役 比如大西洋战役 有人说 这些破译者的工作 缩短了整个战争的时间 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 下次当你在解开生活中的小谜题时 不妨想想那些破译者们 他们用智慧和坚持 不仅解开了密码 还解开了通往和平的道路 而恩尼格玛基 这个曾经让无数人头疼的机器 现在则成为了博物管理的展品 静静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幻影舰队 幽灵舰队的海上迷宗 各位海洋历史爱好者 神秘事件追踪者 以及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让人既兴奋又毛骨悚然的话题 幻影舰队 也就是那些在海上迷宗的幽灵舰队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点 幻影舰队并不是某个超级英雄的交通工具 也不是一种新型隐形战舰 他们是那些在海上失踪 被遗弃或者在传说中永远航行的 神秘船制的总称 这些船制的故事 往往充满了迷雾和谜团 有时候还会掺在一些超自然的元素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可能就是飞翔的荷兰人了 这艘传说中的幽灵船 据说被诅咒 永远无法抵达港口 只能在海上无尽地航行 据说 任何见到这艘船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甚至是死亡 这个故事 已经被无数次地改编成电影 维学和音乐作品成为了海洋神秘主义的代表 但是 幻影舰队并不仅仅存在于传说之中 现实生活中 也有许多船只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失踪 比如 百慕大三角区就是一个著名的船只和飞机失踪区 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 从海底甲烷气体爆炸到外星人绑架 但至今没有一个定论 再比如 有些船只在海上被发现漂浮 但船上却一个人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的船只被称为幽灵船 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玛丽 塞莱斯特号 她在1872年被发现时 船上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只是船员全部消失了 至今 这个谜团仍然没有被解开 当然 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因为海战而成为幻影的舰队 历史上有不少战舰在战斗中沉没 它们的残骸成为了海底的幽灵 有时候还会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幻影 让人误以为看到了海上的幽灵舰队 总之 幻影舰队的故事是一个混合了历史 科学和超自然的大杂烩 它们让我们对海洋的神秘和未知 有了更深的认识 同时也提醒我们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 大自然总有它的秘密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不过 在探索的时候 别忘了带上救生衣 毕竟 你不会想成为下一个幽灵舰队的成员 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火焰与冰霜 芬兰冬季战争的传奇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充满了寒冷与火热 坚韧与机智的故事 芬兰冬季战争 这是一个关于小国如何在极端条件下 与大国抗衡的传奇 而且 我敢打赌 这个故事比你们冰箱里的冰淇淋还要冷 比你们咖啡里的咖啡因还要刺激 首先 让我们把时间的钟摆波回到1939年末 那时候 世界的局势就像是一锅即将溢出的热粥 各种冲突和紧张气氛在酝酿 苏联 这个当时的超级大国 它的领导人斯大林 可能是在寒冷的莫斯科冬天里 动坏了脑子 竟然想要吞并邻国芬兰 他可能以为芬兰 就像是一块带他取走的冰淇淋蛋糕 但事实证明 这块蛋糕上的冰淇淋是用钢铁做的 而且还特别难消化 1939年11月30日 苏联不请自来 发动了对芬兰的进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冬季战争的开始 苏联军队人多势众 装备精良 他们可能以为 这场战争会像走进温暖的桑拿房一样轻松 然而 芬兰人民展现了他们的 SISU 一种芬兰特有的坚韧不拔精神 他们不仅在极端的冬季条件下战斗 而且还发明了一种特别的饮料 莫洛托夫纪尾酒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燃烧瓶 用来热情的欢迎苏联坦克 芬兰军队虽然人数不多 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地形了如指掌 他们在森林中穿梭 就像是在自家后院散步一样 而苏联士兵在这片陌生的雪地里 则显得笨手笨脚 芬兰的狙击手 向传奇人物西蒙 海耶 他的枪法准确地令人发指 成为了苏联士兵的噩梦 据说 他在战争期间 独自就击败了500多名苏联士兵 这个数字比我上课时 点名的学生还要多 尽管芬兰人民英勇抵抗 但在物资和人力上的巨大差距 最终还是让他们不得不在 1940年3月签订和平协议 割让了一些领土给苏联 但芬兰人民的勇气和坚韧不拔 给了世界一个深刻的印象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即使是在最冰冷的环境 和最艰难的情况下 小国也能够展现出 火一般的热情和决心 所以 同学们 下次你们在冬天抱怨天气太冷 或者在考试中 觉得自己的处境艰难时 想想那些 在芬兰冬季战争中的士兵们 他们在比你们想象中 还要冷的天气里 用比你们考试还要大的勇气 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的传奇 记住 无论环境多么严酷 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聪明的策略 小角色也能在世界舞台上演出大戏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 回顾了三个令人着迷的故事 破译者的胜利 幻影舰队和芬兰冬季战争 这些故事都展现了人类的智慧 勇气和坚韧不拔的一面 在破译者的胜利中 我们看到了智慧的力量 那些破译者们 用超人的耐心和聪明才智 成功地破解了恩尼格马基 为盟军赢得了关键战役 他们的工作 不仅缩短了战争的时间 还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只要我们有耐心和智慧 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幻影舰队中 我们探索了海洋的神秘和未知 幽灵船和失踪事件 让我们意识到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 大自然总有它的秘密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但在探索的同时 我们也要保持谨慎和敬畏 毕竟海洋的力量 是我们无法完全掌控的 最后 在芬兰冬季战争中 我们见证了小国的勇气和决心 芬兰人民 在极端的冬季条件下 与苏联抗衡 展现了他们特有的CC精神 虽然他们最终在物资和人力上 不敌苏联 但他们的勇气和坚韧不拔 给了世界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环境多么艰难 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和聪明的策略 小角色也能在世界舞台上演出大戏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于这些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故事 请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我非常期待 听到你们的观点和故事 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